为了宣誓南投县政府并没有要将民谈国中废校的政策 县长林明珍特别会同新任教育处长李孟珍 来到民谈国中举办座谈会 并且在一开场就向大家承诺绝对不会废校 并且将在8月份派任正式的校长来带领民谈国中 让学校师生以及家长还有地方人士都感到相当的欣慰与赞赏 我们民谈绝对不会变相 座谈会一开始 县长林明珍马上向在场老师、家长以及地方士绅 保证民谈国中绝对不会废校的承诺 让在场人士都松了一口气 家长会长也拜托县长要指派一位认真负责的校长来带领民谈国中 民谈国中有这么好的环境 要打定的话信心没定 管长有的决心 今年国中过去 实在大家对一出国中批评 我本来代表学校的家长和管长和各位长官 谢谢代表家长给你谢谢 但是要请管长派一个比较有责心的、认真办法的、重建的校长 不要派一个要退休的来这里 不做废话就要担退休 那民谈国中也没期望 认真是行 想要有创意 我在想那些移植国中的校党代表会这样 我们今天既然县长答应我们民谈国中不会像 我就要要求教育处长 你民谈国中以后 专业的 一定要派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教导 无论学生数的多少 因为去年仙府曾经来到民谈国中 举办裁编校说明会 让学校师生家长都很烦恼会废校 加上学校并无正式校长 老师班学起来是有心无力 而这次的说明会 大家都很感谢林县长的承诺 也希望民谈国中 能够成为一座特色学校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针对我们这样的特色 不管是发展原住民文化 农耕的体验或者是旅游的语言教育 或者是我们的像这个划船的比赛 我觉得将来民谈国中一定会非常的 朝向特色学校的方向蒸蒸日上 希望大家都放心 民谈国中环境这么优美 又是日日坛的一个风景区 国际级的风景区在这边 所以我们希望把民谈国中 国中的未来发展都很有信心 民谈国中的赞